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的呀 常常发生在犬猫心脏病患的新胜症候群 总是让兽医师们两难 要顾好心脏也要顾到肾脏 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狠角色黑妞 一起来认识这个疾病 一起听下去 我昨天在认真写访纲的时候还发现 我们的狠角色默默的也到第五个角色了 第五个动物宝贝的故事 对啊 其实狠的还很多啊 对啊 我们也只是举其中几个 对对对 那其实每一个 每一天其实都发生在我们身上 蛮多厉害的故事 对啊 我像我那个 我这几天 这几天排大夜班 故的其中一个病患 我觉得也是蛮狠的 真的哦 就是也是一只猫咪 然后可能看外观 都会不是觉得 他还活着吗 但他其实都一直活着 知道就是要一直盯着 他看到他还有呼吸 真的真的 但是你就觉得好像他的那个 生命很 好像很微弱 但其实他命超硬的 都一直一直活着 很坚韧 那种坚韧的感觉 那你每次经过会不会去 看一下 所以后来我们就帮他接了心电图 就可以听到他有心跳 在跳就可以确定 对啊 但真的好厉害 真的生命很生气啊 只能这样讲 对真的 真的很生气 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个疾病 也是 虽然我们新传还蛮常见的 对不对 对啊 就是今天其实 今天这个 这个集的病患跟上一集的 其实是有点像 也是二间半疾病 对 对不对 嗯嗯嗯 好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 新肾症候群 对 但是上一次的 米露库的 很是很在他的 那个心脏很 很糟 但他却一直 每次都撑过肥脊水 对那这一次 今天的其实可能 不只是心脏很糟 嗯 而是肾脏 嗯 不好 哇 那这个是其实是我们 对啊 最 更不想看到 嗯 就是我们不只要面对 一个敌人 还要面对 同时面对两个 两个敌人的感觉 对啊 嗯 我们今天既然来讲到的是 很早说是黑妞嘛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 黑妞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了 黑妞是 如意识的病患吗 对 就是 算是也是我的 老病患了 因为 我刚刚看一下 他来是 2021年 哦 七月的时间 哦 对 然后所以来将近快两年 对 大家可能觉得其实还好 但其实以新衰竭 病患来讲是 是很久的 因为其实我们 按照我们过去的 统计 或是国外的数据也是一样 大概 心脏衰竭后的平均存留时间 大概是一年 一年左右 哦 所以他已经快要 double 平均值了 对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而且 这个double的过程中 为什么今天会特别 挑选他 是因为他在这 两年过程中 其实可能大部分时间 我们都会觉得 哇 他可能撑不到那么久 但是 因为他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 可能你讲说 新衰竭那个 严重程度 可能不是前几名 嗯 对 但是他同时间 他的肾脏 的 呃 严重程度 再加上心脏严重程度 可能就可以会到前几名了 因为他的 哇 的状况就是 他的 心脏跟肾脏 同时都很不好 哦 在这个 这个 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 其实我们 就会一直需要 同时反反复复的 去 顾他的心脏 又再顾他的肾脏 嗯 对 那往往在这个 我们都会说 这个恐怖的平均中间 大部分的 的动物 他们的存活时间 会比 单纯 只有 心脏衰竭 来得更短 哇 但是黑牛在这个过程中 真的就是 很厉害 哦 有些时候是 因为心脏 来 住院 心脏衰竭来住院 对 然后有些时候是因为 肾脏衰竭来住院 但是每一次都耐过去 然后每次好像在这个 危险的平衡当中间 又找到了一些的 平衡 对对对对 那当然我觉得也是 也是 也是要向他的 四足致敬啦 对 他就是 四足也是很 在照顾他的过程中 就是也很细心的去观 要同时 他等下同时 要面对两个敌 真的是面对两个敌 要观察 有没有心脏病的症状 有没有肾脏病的症状 然后在治疗 心脏的时候 大家都要特别 注意有没有肾脏的问题 然后治疗肾脏的时候 也要很注意 有没有心脏问题 能够及时的 发现 然后我们赶快 再做出调整 所以在这个 这这这这这些 我像我 我相信那个 他 他的四足跟我 一定觉得 好像这个感 体感的时间 感觉是超过两年 因为就觉得 哇 每天 真的很漫长 对对对 可能在这两天 我们大概可能真的是 每个最最最最少 一个月一定会见一次面 甚至两次到三次面 一次还太少哦 对对对 因为都是 就真的就是 必须要很密切的 去追踪 然后 然后去 做一些 可能不管是药物啊 或是 隐私上面调整 去维持 他这个状况 对 对 听如医师在讲 我也想了一下 他说对 有时候 这几年当中 黑妞也是 反反复复住院 也蛮多次的 对啊 嗯 而且这种也 都不是只是单一 就 每次都是肺脊髓 而且有些时候 可能是因为 肾脏的问题啊 对啊 嗯 那黑妞其实是很 是 后期了吗 他的那个分级 他的分级 对啊 他一开始来 就是已经是 C期的 哇 C期的病患 就是因为有心脏衰竭 那随着时间 他的其实剂量 越加越高 越加越高 其实到后面 他应该也是 接近或是说 可以符合到 第一期的病患 对啊 哇 那 诶 那我想问一下 如医师 像 因为黑妞 他也是所谓的 二肩膜疾病 引起的 这个心肾症候群 是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讲 因为一开始 他是 肾脏 其实功能 像他第一次的厌血 其实肾脂数 是在算是正常的范围内 所以是心脏先不好 嗯哼 然后在 治疗心脏这个过程当中 慢慢肾脏也变得不好 然后才变两个 我们就是必须要一起 一起去处理 这样 哦 那会 怎么讲 这是每一个动物 会都会发生这阶段吗 其实也不一定会 但是其实在心 在心脏病患 算是 蛮常见的 对 因为其实就是 特别是已经心脏衰竭的病患 嗯 那 心肾症候群这个 这个词呢 其实是很广泛的一个词 就是很 它有很多种的类型 就是可能是心脏 让肾脏变不好 嗯 这是一个可能 那也有可能是 肾脏让心脏变不好 嗯 对 所以像通常我们在医院 我们遇到的 其实只是其中一种 心肾症候群 就是我们比较常的 在心肠院都是 心脏病患为主 所以我们比较常看到的 就是心脏 让肾脏变差的 这一个部分 对 那心脏让肾脏变差 有可能是因为心脏 打血的功能不好 嗯 所以它血流 打不到肾脏那边 所以肾脏的灌流 就变差 嗯 那另外一个 也有可能是因为 血 心脏没办法 把血好好打出去 就有点往回毒 所以往回毒 不只会费脊水 其实也有可能会让 肾脏那边 也是有一点 遇血的这个状况 所以那个也会让 肾脏变不好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 我们用 有时候用一些 像利尿剂啊 这类的药物 利尿剂 利尿剂本身 其实不一定会 直接伤害到肾脏 但是利尿剂 会让身体 呈现有点脱水的 这个状况 嗯 为了要让 心脏的负担变小 那这个时候 但是这个 脱水状况 也会让肾脏 的功能 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也会变差 嗯 所以可能就是 心脏本身的功能 变差 跟药 再加上药物的影响 所以就会很常见 在心脏 衰竭的病患 治疗过程中 连肾脏也慢慢的变 原本没有那么的不好 也慢慢的变差 嗯 然后但也有可能是 因为通常心脏病患 都年纪比较大 所以通常 那个时候 他们本身的肾功能 就会也会比较不好 哦 对 然后再加上 这些的因素 上去 他的肾脏就 指数也 也 也标起来 哦 所以确实是 是 是 是蛮常见 对 所以有些 有些病患到后来 其实他可能 最后 离开的原因 不是因为心脏衰竭 而是因为 肾脏的关系 所以导致他 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或者是说 可能 因为肾脏的关系 我们 我们的药物 心脏那边的治疗 就会受到限制 所以就反而 没有办法 好地控制 心脏衰竭的状况 对 然后最后 最后导致动物的 的死亡 这样子 哦 哇 所以 如意识默默回答了 我想要问的问题 嗯 就是到底什么是 就是这个心脏症候群到底是什么 然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嗯 对 我觉得这也是 我一直在想问问题 对 就鸡身蛋诞生鸡啦 就有心脏有可能是心脏影响 肾脏 但也有可能是肾脏影响 但通常对 对 确实通常都还是要有一个 一开始的那个 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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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起始点 始作俑者 但是像在老年 老年的动物 呃 会很常见 这些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同时这两个器官 也都在 退化嘛 功能在变不好 所以 对 一有一个器官开始 有 有异常的时候 就可能也会加剧 另外一边开始跟着一起 更不好 哦 那 这个在猫咪也是会有的吗 在猫咪 在猫咪也会有啊 那像猫咪的话 其他可能肾脏 老年的猫 比较 年纪大的猫咪 肾脏病的比例又更高 嗯 对 我相信在猫咪 是蛮多肾脏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在心脏甩解的 治疗上面也会 也会要特别更 也会要更小心 对啊 嗯 因为我想说 在我们病患里面 蛮多就是 可能狗狗啊 就吃领尿剂 比较多一些些 就自己在药房配药的时候 很少不要摸到 就是猫咪的病患 需要一个心脏药 然后再配到肾脏药 就反而比较少 嗯 在我们之后啦 你说你觉得心腎脏 呃 因为腎脏通常没 中正腎脏没有 没有什么药 可以直接吃 特效药啦 所以可能很难 用腎脏 呃 配药来看 它有没有腎脏问题 对 所以腎脏问题 通常我们还是会看咽血 嗯 所以腎脏 而且腎脏通常是 代谢的 的药 的地方嘛 所以通常 往往反 我们会让 让它尽量看 可不可以少吃一点药 嗯 去保护它的腎脏 嗯 但是在猫确实 还是会看到啊 我们我们 你去看我们 如果真的可以看那个 验血 验腎脂素的比例的话 猫咪 我们验的 绝对不会比 有够来的少 对 欸对 真的在 在我们这里几乎 每次当我们在 帮忙的 验血的时候 大家 问医生 要验什么东西 然后几乎都是验腎脂素 对 没错 所以其实 如果我们真的要 讲话 我们做肾脏相关的 检查的比例 可能 不会输给心脏 对啊 其实蛮高的 对啊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 大家应该会很想知道说 那我们如果在 最终这方面的 检查项目是什么 就是刚刚提到 有斜检嘛 对 像通常我们 所以像我们 通常如果有在 吃心脏病药 或做心脏肌病的话 我们回诊 都一定会例行 会厌 像是 B1啊 然后跟 Createning 然后 或甚至现在 有一些比较新 新的 这样SDMA 这三个都是可以 都会跟肾脏的功能 会有关系的 对啊 但他们的敏感度啊 然后 跟 跟 适应症 可能会不大一样 但是通常我们都会 一起评估啦 然后通常也还会 同时在验的 就是那甲率离子 去看他 有没有一些离子 失衡的问题 嗯 是需要做矫正的 所以像这个 这几个都是我们 算是例行 回诊 要验血 都一定 一定会 一直追踪 嗯 就是看他指数 有没有在 他预期的范围 对啊 而且有些时候 指数高 不一定会有临床 初期不一定有 临床症状 所以通常也不一定说 有症状 我们才会验的 而是可能就是定期 像如果有慢性 在吃心衰竭用药的 不管是狗狗猫咪啦 嗯 我们可能也许 一到三个月 都一定会追踪一次 嗯 就如果他真的都 之前都很好 指数都正常 也没必可以三个月 两三个月追一次 但是如果之前 真的就是已经高了 嗯 我们已经知道他肾脏不好了 嗯 甚至可能我就会建议 每个月我们都要追踪 看看有没有变得更差 哦 这个状况 那我们可能有些时候 他如果指数真的是 虽然还没有症状 但是指数已经开始往上 高很多很多的话 那也许我们药物上 就要先开始做一些的调整 嗯 就不能等到他真的已经 有变 看得出变化 对 看得出变化 感觉到他不舒服 那那时候再调整就会 很困难 啊 可能就已经有点病灶在身上了 对 就因为 刚刚为什么 为什么会心肾会特别讲 就是 除了他们会直接影响以外 就是他们两个人 其实是有点 需求是完全对立的器官 哎呀 就像简单来讲 就是心脏 是心衰竭的心脏 需要身体的水 少一点点 去减少他的负担 嗯 不会积水 但是肾脏 心衰 肾衰竭的 的 的病患 他其实是需要 水要多一点点 像我们会打点滴嘛 对 然后让他增加他的肾脏的灌流 所以在水分的需求上 这两个 两个器 两个器官的需求 就是完全 嗯 被盗而持 然后像很多 还有还有像是营养的也是啊 像可能心脏 的病患 其实比较需要 高蛋白的营养 但是 肾脏 病患 也许是希望 蛋白比较低一点 也是减少肾脏的 的负担 所以在这很多的事情上 这两个 这两个器官的 治疗 就是是有点被盗而持 所以 心脏症候群 最难控制的 就是 当你现在看到 他 心脏衰竭 的狗狗 然后 因为肺脊水进来 然后 就他身体水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给 利尿剂 让他水赶快排掉 对 就排掉之后 他的肾脏 因为可能排太多了 肾脏就又变高 哇 那这个时候 你想说 那肾脏变高 怎么办 那我们再给他一点点水 你就打一点点书衣 然后 打一点点书衣后 心脏也就说 哦不行 这样太多了 还有肺脊水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可能 就是一直反反复复 就是 好 治完了肺脊水后 治疗肾脏 然后肾脏 因为你治疗肾脏 会给一点水 然后后来又肺脊水 肺脏也给利尿剂 然后利尿剂 给下去后 可能又会让 让肾脏 所以才会刚讲说 那个 翘翘般的恐怖的平衡 要维持 就是困难 就困难在 这个地方 就是要保持他的平衡 真的 好难哦 对啊 其实他们现在 也没有一个什么 特效药 或者说 很厉害的方式 说你就这样就做 就对了 其实目前不管在 人或在 在动物的研究 其实我们 我们就还是很了解 这个当中 我们这些发生的机制 有没有什么是 我们 没有 没有 还没有那么了解的 要先了解 它作用的机制 什么才能够去 很好的去处理 对 像最近在 人就有些报告 就说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以为 心脏造成肾脏的问题 主要 主要是因为 我们刚刚讲的 血打不出去 然后 血灌流 不到肾脏 所以 出问题 那个叫做 我们在心衰竭 叫做所谓 向前衰竭 就是血打不出去的问题 但是其实后来 他们发生 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这个问题 其实比较常见 心脏造成肾脏的问题 是所谓的 向后衰竭 就是肾脏的血 回不到 心脏 然后堵住了之后 让这个 肾脏的血管 里面的压力 变很高 导致 肾脏的功能变差 对 所以其实 因为像 向前衰竭的话 可能我们要用的药物 就会是可能 如果要治疗的话 可能就会用强心药啊 什么 经常让血打出去的 但像向后衰竭 其实是需要用利尿剂 对 然后所以像 我刚刚讲嘛 大部分很多时候 我们都觉得 用利尿剂 会让肾脂素 变不好啊 但是其实 现在就有一些 又有一些新的研究 发现说 其实在有些状况 它如果是因为 向后衰竭 预血导致肾脂 肾脂肾变高的话 你其实给一点利尿剂 它的肾脂素 其实会改善 对 但是在这个临床上 在我们医院 确实我们有一些病患 也真的有遇到症 就它可能 一进来的时候 肺脂水 然后肾脂素也很高 然后想说完蛋完蛋 就是我现在 先治疗肺 因为它肺脂水 是当下会死亡的嘛 所以我们只好 先治疗肺脂水 然后你就可能 就预备好心理 可能它之后 可能肾脂素会更高 没想到 只有肺脂水推掉 然后肾脂素也改善 就代表说 回推的话 就很有可能 代表是 它真的这个积水 也可能也造成 它肾脏的问题 所以其实利尿剂 给下去 不一定 就是一定会让肾脂 更不好 有些时候也会帮助 減缓肾脂脂的 育脂的压力 然后让肾脂素变改善 所以就是在 就是 我现在这样讲 如果前面听到 那到底 一定要治疗肺脂好 这就是 这也是我们现在 面对这个疾病 我们还在学习 跟confuse的地方 就是还有很多的 机制 到底为什么会 互相伤害 那我们要怎么处置 会比较好 其实 都还 我们 我觉得不管在人 或在动物 我们都还在 了解 这个机制当中 那当然我们就 还是 现在已经有很多研究在进行 我们还是可以 依照目前 有拥有的知识 在不同的状况下 做出去的判断 但是我觉得 我们可能还有很多 会需要再更 更进步 更努力的 也许未来五年 四年 我们处置会 也许又会再更不一样 会再做得更好 对 嗯 哦 哇 好 感谢鲁医师刚 精辟的解析 呵呵呵 这样不会太多 但我 欸不过这样 我就很想知道 因为我觉得 很多的 四组爸爸妈妈 一定会 也是会讲 我也常听到 四组在 想说 哦 我们现在狗 现在喝的很多 尿的也很多 嗯 对 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 药物的关系 可能 我们要帮助心脏 可以排得更好 就是 更快速的通到全身 嗯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 他们就会需要 想要去补水 对 就是 应该说 对 就是 我们 我们 他会通常会 尿很多 是因为有吃利尿剂嘛 对 对 然后 但是就会有些 有些 爸爸妈妈 或是就会担心说 哦 会不会 那个 我 他现在尿很多很好 但我给他喝水 会不会又把水补回来 然后他 哦 又费几水等等 对 但其实是 是不会的 反而是 我们要确保说 他有足够的 饮水的量 嗯 对 就是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通常 自己 动物自己喝进去的水 通常不大会造 真的造成 心脏负担 但是 但比较危险的 还是像我们打的 直接打点滴 不管是皮下 或进来点滴 这样子的 水 水的 水的 水量的增加 比较有可能会 造成心脏的负担 所以 但是所以反而你 如果 给了利尿剂 他尿比较多 嗯 他想喝水 你却担心积水 就不给他喝的话 反而 会 导致他的肾脏 真的是有可能 负担就增加 然后可能肾脂素就变高 或肾功能就下降 对 所以就是 常常在我们病院 确实这样讲 他可能是多 都是 多喝多尿 但是这个是我们知道的状况下 就是因为是 利尿剂 药物使用的关系 对 所以 反而他尿越多 你就更要确保他水 一定都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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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银水可以喝得到 对 这个很重要 就足够的量 嗯 所以现在他的这样的 多 就是 水量高 然后但是他排量也多 这也算是一个正常的作用嘛 对 或是我们预期的 嗯 我们预期的状况 是这样 嗯 所以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嗯 嗯 对 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 可能就会 很担心 就是啊 吃药会不会让他怎么样 然后 当他 状况有些变化的时候 嗯 就是 有发现当然是很好啦 但是就是比较会紧张一些些 对啊 就是吃药物 其实真的没有一个药是神药啦 就是一定有作用 也有副作用 但是 当然我们 像这医生也是啊 我们 开了领尿剂之后 确实就会知道 有可能会影响到 也许会影响到 他肾脏的一些指数 或是功能 但是当然权衡之下 我们还是 当他的好处 大过副重的时候 他还是必须要吃 但是我们同时 还是要很 密切的去监控 就是他的 他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这样 嗯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 宝贝 他今天有没有 这样子的 新肾症后群 嗯 一般来说 所以通常 通常就是 肾脏的部分的话 通常是用咽血 刚刚讲的咽 那心脏的部分的话 比较常 呃 做的检查 或确认 有没有问题 通常 其实是 临床症状 的观察 像是呼吸的次数 我们之前一直讲到 呼吸次数有没有变快 然后跟S光去拍S光上 有没有肺脊水 嗯 对这个是可能 评估他是否是有 正在心脏衰竭 嗯 的一个最好的 的工具 嗯 对那 其实我觉得关键 用什么 验 关 倒是 还 还OK 这个应该是蛮明确 就是 不像我们刚刚在 治疗上那么的挣扎 嗯 就是 发现其实 不不不难 就是只要做这些检查 都有机会 发现 但是重点是要 什么时候发现 这很挑战 对因为他有可能 这个心肾的伤害 就是默默的 嗯 正在进行中 对所以像我们 有些时候是 会发现说 哇这个病患 可能 半年没有回来了 然后一回来 一验 反正哇肾怎么那么高了 然后或者说 心脏怎么已经变 这么严重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现在我们有个共识 就是虽然我们 可能在治疗 上面其实还没有一个 很厉害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 但是大家的共识 就是至少我们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一定是比 晚 到了很严重的时候 就心肾都很严重的时候 发现在治疗好 嗯 所以我觉得反而关键是 要多频繁 或是多久去做 刚刚讲的 鞋剪 或是S光的 嗯 这个追踪 嗯 那这个当然就会 每个病患 都会 不一样 对啊 你说有些病患可能也许 医生评估完 也许是两 然后三个月追踪一次 有些可能每个月追踪一次 嗯 但可能也不一定 不一定每个病患 是每个礼拜都要厌血 嗯 确实 但是有些 很严重的病患 真的有 我们 我有 我手边有几只 对 像是像黑妞到 后来 真的是几乎 每个礼拜都 都要追踪 嗯 然后每个礼拜去调整 每个礼拜的用药 在一些很极端的状况下 甚至是每个礼拜都会 嗯 重新评估一次 他心脏肾脏的状况 对 对对对 但所以这个就是 必须要跟您的医生一起讨论出来 到底哪一个是一个比较适合的追踪的过程 那当然是希望是我们的这个追踪频率 可以比他的疾病的恶化跟进展 再快一些些 我们可以早一点点先做出反应 嗯 对 就是然后在他症状都稳定的前提下 就是可能有些时候 你就会想 其实症状都稳定 但其实我们在后面 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整 可能 因为你要记得剂量的调整啊 然后饮水的给予啊 食物饮食上的给予啊 等等的一些的调整 然后都让他可以一直维持在那个 精神食欲 呼吸制度都稳定的状况底下 嗯嗯嗯 嗯 OK 所以这是简单的一个 检查的方法啦 也是让大家知道 对就是这个检查方法 应该是 大 蛮多 大部分的动物园都可以进行啦 不是什么一个 一定要很特别的仪器 或是一起来才能够诊断出 牺牲症候群 嗯 那只是 有没有意识到 有这个状况 然后有没有及时的 可以及早 或说甚至及早的诊断 我觉得那个是 是更 更 更关键的地方 嗯 不过讲到 刚刚讲到斜检 我突然想到就是 我觉得我们新传医师们的 那个 刚刚提到 路易斯提到 BU跟Kritin的那个 标准指数的价值观 已经 跟大家不太一样 对 因为有时候你 对 会不会 价值观会错乱 就是你都看过太多太高的 然后突然 看到一个 没有那么高的 其实也还好 对 确实 确实有可能 但我觉得 我们先给大家一个 观念 应该说 我们 那个正常值好了 因为就是厌血 不是他会有 大家应该如果 带宝贝去厌血 就会有一个 一个 血检报告嘛 他就会有 低中高 中间可能就是正常值 范围 然后超过的话 就是红色的 指数嘛 这样子 对 对啊 因为我以前 就帮医生验过了 然后就 看报告 就说 诶 那个谁谁谁 先演出来了 就发现 诶 他那个红字诶 他多少 我说76 B1 76 然后医生就说 哦 还好啦 可以啦 这算正常的 我说 可是他标出很多诶 发现说 原来你们的那个 B1 Critini的价值观 跟大家不太一样 标准 这个讲到其实是 对 应该说 看血检 当然我觉得现在那个 很多那个厂商的报告里面 都会帮你看 让你知道 哦 你是红字还是黑字 对对对 很直观 嗯 那其实 坦白讲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简单 然后都没有那么直观啦 就是我们在看每一个不同的数字的时候 嗯 其实 呃 不是只是我们不是 医生不是只是看他是红字还是黑字 对 有没有超标 嗯 因为坦白来讲啊 如果再讲细一点的话 那个我们不应该讲他是正常值 哦 我们只能讲他是参考范围 啊 就是因为那个那个值的计算的方式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 他把100只狗狗 正常的狗狗 拉过来 然后去 全部都去验这个数值 然后95只狗狗 对 在正常的范围内 他就会把这个正常值定出来 嗯 他不会定 他不会找这100只里面最低跟最高的数值 来当做正常值 他会找95只狗狗 都是在这个范围内的来当 所以其实按照 按照这个所谓的参考值的 呃 设定的方法里面 一定每百分 都会有5%的狗狗 嗯 可能是在 比他这个正常偏低 或者正常偏高的这个位置 嗯 但他其实是正常的 嗯 但是只是他在我们的 参考范围里面 这个公式计算出来 这个参考范围里面 只要95%的狗狗 在这个里面 他就是 他就是符合这个参考范围的设定 嗯 对 所以总会有一些狗 正常的狗狗会低于这个范围 嗯 很高于这个范围 嗯 所以是否 就是那个 那个超过那个值 就是一个很 很很很严重 或是的关键 其实不一定是 然后再来就是每个指数 的变化也会不一样 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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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葵天令的 在狗狗的 正 正常的 正常的数值 可能是 呃 0.5到1.8 然后BUN可能是 7到27 嗯 所以对于葵天令来讲 你可能多个0.5 我就很多了 但是 嗯 BUN多0.5就 还好 嗯 对 然后像BUN可能 对我们你来讲 可能也许 有在吃 因为有在吃 利尿剂的状况底下 它本来 对 就有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点 因为利尿剂会让身体脱水嘛 BUN就会稍微高 所以有时候 像刚刚那个医生说 可能说还好 因为可能他就知道 一个是 可能 我猜想原 一个是他可能跟之前比较 他本来就 一直都是670 670 所以今天也是670 所以他觉得还好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是因为他670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在吃利尿剂 所以身体有点点脱水 就有些时候反而BUN高起来我们会发现 哦 那感觉利尿剂是有效的哦 就是有让他身体有造成脱水 如果吃的利尿剂BUN都没有变高 我们想说是不是好像太 我们还不够让他脱水 没有真的达到降低他心脏负担的这个作用 有些时候会有 我们有时候也会用鞋剪去推论一下 我们的处置的效果 对 所以 然后像甘子素也很不一样 甘子素有些时候是 正常是1到10到120左右 然后但是可能 我们通常是要 到倍数在五六百 甚至破千 我们才会比较care 他如果变成一两百 一百二变成两百 可能也 临床上面的意义也不是那么那么大 所以其实就是 每一个数字 像在那个学校我们在教的时候 教学检手 这就是真的是每一个数字都拉出来 就都有一个一个章节 在讲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其实每一个数字都是分开的判断 那只是说当然在现在看起来 他们就会 那个表 那个报告会让你感觉 反正每个都是 low normal 跟high 低 正常跟高 就是看 有那几个高 对 然后 那个点是很远离 还是很近 那个当然是一个很直观的方式 但是其实还是 我们医生们在判断的时候 还是会回归到他的 每一个个别的数字 都要分开来判断 所以确实如果有些时候是 你在你预期内的 或者说 可能并不一定 或者说并不一定 跟之前的残骸多的 可能就不一定每一次都要 好像精灵大作 这样子 但有些数字是可能的 也许它 即使像奎提令 因为我们知道像奎提令 它是 变成所谓的红字的时候 其实是75%的腎功能都受到影响 它才会变成红字 所以它如果 即使还在所谓的正常值 或说参考值里面 不代表它的肾功能都正常 所以我们像其实 在医生我们在看Critin的时候 即使它是在正常的范围 但是它原本从0.5 然后慢慢变成0.7 然后变成0.9 变成1.2 1.3 其实我们有看到 这样一直往上的过程 其实我们就也会有警讯说 它可能其实肾脏功能 也在变差 当然现在有SDMA 可以更早期的发现 这时候有些时候就会看到 奎提令 虽然还在所谓的参考范围内 但是SDMA已经变高了 那就代表说 它的肾功能 其实已经有多少程度的变化 所以有时候也真的不一定 所谓的 所谓的参考范围内 或正常范围内 就一定正常 了解 而且因为我在 我有时候也会接到 就是四组打电话来 然后可能是在其他医院做过的 做鞋检 然后就看到就是 他鼻纹多少 就很紧张 医生就叫我 赶快来你们这边做心脏检查 什么的 就会特别的紧张 我想说 那可能也是 maybe是个sign吧 对啊 就是有些时候 一开始确实 鞋检数会是蛮初期的一个 一个症状 但是就是 你讲的嘛 就是鞋检 其实我们通常不会只 依据一个数字 去做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一定都是一个全面的 的评估 对就是心脏肾脏的功能啊 等等的 就是我们 通常 其实甚至是我们也是要避免 你只因为一个数字 嗯 然后就决定一件事情 决定了你的病患的生死 或是 处置 或是愈后 对 那其实会需要整体的评估 嗯 但有些时候也许 那个数字会让你 引起你的注意 然后会让你知道 哦 那也许我要再多做一点 检查 去评估它的状况 嗯 好 那最后我想问鲁医师的是 因为像刚刚我们前面在提到 就是他们 心脏跟肾脏 两边就是很常会 互相影响 一个很需要水 一个不需要 那一个需要高蛋白 但是另外 但是高蛋白对于另外一个来讲 因为 负担很大 嗯 对 那这样子的动物 我觉得也是爸爸妈妈 很想知道的是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照护 有心肾 症候群 这样子的狗狗猫猫 嗯 我觉得不管是爸爸妈妈啦 或是受医师 我们在照顾的时候 真的就像刚刚讲 没有什么仙丹 或是秘方 对 但我觉得有几个 有两个可能 呃 我觉得比较 可以实际应用的一个观念吧 嗯 对啊 那我觉得第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就提到 就是 我们就知道他们会互相伤害了 嗯 但是 但是怎么 我们的重点是怎么样及早发现 嗯 对 就是能够及早的发现 可能他们彼此在互相伤害 我觉得 也是 未来就是 帮助他们治疗好的一个很关键 嗯 对 所以及早发现的话 在家里面 当然我觉得 就要同时观察 即使是心脏病患 你不能只观察 有心脏病患的症状 你要观察 有没有一些肾脏病的症状 那像心脏病的症状 嗯 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 计算每分钟的呼吸次数 呼吸次数 有没有持续的变快 那如果有的话 一直变 慢慢的变高 那有可能 就他的心脏 衰竭 不是比较 有问 有可能有状况 要赶快来医院 嗯 那肾脏相关的症状 可能 这个比较 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直觉啦 因为有可能 他就是 一开始通常可能就是 精神比较差 比较累啊 然后 食欲变比较差 嗯 然后再严重一点 可能会造成呕吐啊 的状况 然后再 更严重一点 可能就是整个 整个是 站立 无法站立 然后甚至癫症 对 但是通常我们不希望你到那个时候才发现啦 是 所以通常比较早期可能就精神食欲变差 嗯 对 就是说 平常心脏病患 他现在也没有肺脊水 也没有喘 呼吸都很正常 但是为什么突然就不想 就开始食欲变差 不想吃东西 嗯 那这个有可能就是 他虽然心脏控制的好好 但是身脏开始变不好 那就要赶快带回去咽血做 嗯 确认 对 那在医院的话 在医院可以做检查 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例行的 可能针对心脏部分也许可以例行的 PiS光去确认 即使他的平常的呼吸次数 是正常的 但是有些时候 呃 S光还是更敏感的一个 可以发现他有没有脊髓的装 的工具 然后再来肾脏的话 就是定期的咽血 嗯 去追踪他的肾脂素的 的变化 嗯 对 那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很重要的 的 的 观念就是 及早发现 嗯 及早 及早介入 去处置 对 那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就是 呃 这个是比较 在严重的时候啦 就是说真的 两边都出状况的时候 就是你必须要 选一个先救 啊 对 就是你不要想 就是你两个都要一起 同时都 都改善 呃 这个好难哦 特别是在 他在住院的时候 就是有 有像我们在 有些住院的时候 他 同时心脏 心脏 看一看X光 嗯 飞机水了 然后一咽血 哇 满江红 肾脂素也高了 对 那这时候我们当然都是很希望我们 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让肾脂素退掉 然后肾脂素变好 嗯 但是往往很难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 身为医生 或说像我们在训练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你 你还是要先选一个 当下他觉得比较 可能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嗯 或者比较严重的 嗯 对 通常我们还是可以区分的出来啦 就是现在肾脏 跟心脏 同时不好 但是谁比较不好 更接近生命的重点 嗯 那往往那个就是你要先选择 先去治疗 先去救的 对 因为有些时候你反而 你也希望两个都好 或说两个都不影响 反而 另一尿剂 该给的 你也不敢给太多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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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液 你要本来 不给的 你有想要给一点 嗯 对 所以像有些时候 都会变成说 有些 我有看过一些的 那个 医足单是 他同时给丁尿剂 又给输液 嗯 就是 好像有点 就是有点 有点矛盾 而且往往我们今天是有时候 你这样子给的话 我们当然会希望说 给力尿剂让肾脏好 然后给输液让 让 让肾脏 让 给输液让肾脏好 给力尿剂让心脏好 但是有些时候 你同时给下去 反而会付作用 反而是你的 给力尿剂让肾脏坏 给了输液让心脏更差 哦 对 所以这也是有这个可能 所以 通常在 比较真的是 已经正在 心肾症候群 正在 肾脏 或是心脏 同时不好的时候 嗯 第一个 我觉得治疗的原则 就是先要评估一下 现在到底是心脏比较 糟 还是肾脏比较糟 然后先治比较糟的那个 然后因为有些时候 其实 心肾虽然会互相伤害 但他们其实也会 互相的 的帮助彼此 就是你心脏功能 变好的时候 其实也会让肾脏功能 改善 哦 或是肾脏好的时候 也会让心脏改善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 在那种极端状况下 你先把那个 比较危险的先治 好 让它稳定了 其实也是有机会 帮助到另外一边的 哦 所以我觉得 大概这两个吧 就是及早发现 对 然后跟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必须要 选一个 先治疗 对 虽然说有可能 你治疗这边的风险 会让另外一边更差 但是 也有可能 但是你同时 如果不选边站 你两个都想要的话 通常往往都是 两个都得不到 哎呀 你想要的结果 予以熊掌不能见得 好难哦 刚刚如以熊掌讲到说 就是选一个旧的时候 就 天哪 自己就 我还没遇过 但是自己就觉得 如果我是四族 我一定觉得 好难怎么办 对啊 这这 这沟通上 这点是要让他理解 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是很有可能 两天后 我们就要去面对 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你不这样做 你可能 它不一定活到两天以后 对啊 真的 对啊 我刚刚瞬间想到 我之前看了一部电影 要唐山 很久之前看了 那一部电影 要唐山大地震 他那时候就是 我就觉得好有画面 就是他那柱子 就落在主角的 就是两个姐弟的身上 然后 他们要救他们两个出来 但是 就是两个梁子 就压在姐弟的身上 然后 救那人就说 你要救谁 你要救姐姐 还救弟弟 然后因为救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会死掉 对 然后妈妈 就是也是那样 但我觉得 新生中 你可能没有到 那么的绝对 然后就是一定说 救这个另外一丁 会死 有时候还会有奇迹 就是救了之后 另外一边反而稳定 像黑牛 我觉得有几次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可能 觉得啊 可能这一次我们 救了这个心脏 肾脏可能就不行了 后来发现其实 也有改善 所以这也是我们 也还在学习的地方 对 其实有些时候 就是 反过来讲是 对 你改善了 帮助了一边 变好 功能变好之后 其实 也是有可能让 另外一边的功能 也受到一些的 改善跟环境 对 就是还是 尝试啦 对 你就是先尝试 对 还是要尝试 对 但不得不说 对 有些时候 到真的到最后 真的有些时候 还是会没有办法 就不管你做什么 你给 你给任何的 你给 心脏的治疗 都造成 都没有 对心脏不好 都只造成肾脏副作用 或说你给肾脏的 止处置 都对肾脂素 还是很高 然后 只出现 心脏的副作用 这确实也是有 这样的状况 所以其实 很多爸妈会问说 那心脏病 到最后会怎么样 对 一定会 就是传到死掉 其实在我们医院 这样的病患 当然也是有 但其实 就像我们 上次分享 那个 尹医师的分享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医院 费积水来住院 其实出院率 跟治疗成功率 其实是蛮高的 对 其实没有 没有 没有说 一费积水 就一定死定了 对 其实蛮高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医院 其实到 后面啊 蛮长 健的状况 在最后的那个 时刻 其实是因为 真的就是因为心盛 同时都不好 然后可能 这样反反复复 太久 然后就是我们 不跟爸爸妈妈 也觉得 动物这样太辛苦 然后 然后想说 最后让他 让他睡觉 离开的 这个其实在我们医院 也不再少数 对啊 就是到后面 真的就是两个器官都已经 你知道他就已经 他们真的累了 真的不行了 对 你虽然这次治会好 但是下一次就会另外一边 然后另外一边 这次又稳定了 但又换下 另外一边 又回到这个地方 对 这样子反反复复 然后 的状况 对 然后 所以最后选择安乐 其实这个也是 我们心脏病患 在我们医院 蛮常见到 最后的 的状态 对 不过前面也确实 大家都 努力了很久 然后 宝贝们也真的 勇敢了 很久 是啊 对 所以我们 蛮多的神权 其实 没错 对 这个在国外 真的应该就是 遇不到 因为他们可能 遇个两次 他们可能就 就让他 去当小生死 没想到 但是我们这边的 我们不放 永不放弃的精神 所以我们这场会 会看到许多的 真的是勇者 没错 所以才会有我们 这个勇敢传说的 成立 对 我们如果是 讲新胜症候群的 那个 狠角色的话 我应该是可以 排很多 排很长一排 对 我们今天 今天是因为我 那个 那个 是我是主持人 所以我就挑我的case 我相信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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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医师 来 都有一个排名第一的 新胜症候群神权 一定有 对啊 好啰 那今天 感谢 黑妞的故事 让我们也认识了 这个 新胜症候群 对 像如医师说的 一定就是 在每个主持医师 心中 都有一个 自己排名第一的 对 新胜症候群神权 对啊 那如果 已经也是 正在 家里宝贝 如果在 就是面对 新胜症候群的状况 的话 就是也 加油 不要放弃 对 就是跟 兽医师 一起去 更多的尝试 对 没错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要到这边啦 谢谢大家的收听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动物医院339号 Podcast频道 点赞我们的脸书 粉丝团 及追踪我们的IG 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 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透过 五星评价留言和 点写资讯栏里的 Q&A连结 与我们联系 如果想要获得 更多的医疗资讯 或观看影片版本的节目 请上新传动物院官网 及订阅新传动物院 YouTube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